圆月弯道中的丁鹏 俊美邪魅的深情杨过 古天乐虽然至今都没有获得影帝奖杯 但他塑造的经典角色数不胜数 他可以说是最有观众缘的男星了 古天乐在内地捐献了几十所希望小学 深受内地观众的好评 网友更是表示黑谁都可以 除了古天乐 但很少有人知道 年轻时的古天乐也犯过错 他也从不避讳自己的过去 如今的古天乐几乎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男神 然而小时候的他却是父母眼中的坏孩子 他曾经接过一部电影《监狱风云之少年犯》 剧中男主的遭遇跟他年轻时几乎一模一样 年少轻狂犯错入狱 女友被好兄弟挖墙脚抢走 自暴自弃在狱中频频打架 古天乐曾经说 小的时候妈妈老是说 怎么会生下一个这样的孩子 那时候古天乐的成绩一直很普通 妈妈觉得他不会有出息 年少轻狂的他也曾因为意气打架出头 还因此坐牢 在那段日子里 他的父母风雨无阻地每周去监狱看他 也正是这段经历 才让他知道父母并不是不重视他 他这才振作起来 出狱后 古天乐坐过售货员 还坐过快餐店的前台小弟 因为长得太帅总被骚扰 后来误打误撞进了娱乐圈 刚进娱乐圈的时候 他觉得像是刚从一个龙出来 又跳进另一个龙 直到现在 他也依旧觉得艺人和通缉犯很像 都没有自己 通缉犯不敢随便上街 艺人也一样 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 古天乐的勤奋认真 使得他到达了现在的地位 即使已经成了天王巨星 他最忙的时候 还是要带病接受采访 而他也一直有自己的电影梦 他是个科幻迷 更是心战迷 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拍出国内自己的心战 这部片子也已经筹备了很久 相信他不会让观众们失望 也希望他能够早日摘得影帝的桂冠 更多圈里圈外的故事 请关注鱼圈小八